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BrucePK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没有借过贷款买物资的话呢 你们多多少少都有应该听过 BLR跟BR 也就是Base Rating Rate 还有Base Rate 这两个有什么分别呢? 讲真的啦 我们可以不用这样纠结这两个东西的 因为这些都是Bank Nagara 定下来的一个利息的名称而已 到最后我们也不希望要还这个 Interest Rate 从1983年到2015年 我们国家是用着BLR的利息系统来算 可是在1月2号2015年过后呢 我们就根据了这个BR的计算法来运作 这个BR的出现是让到Bank 比较透明化的计算怎么样charge客户的利息 而且还可以offer到比较好的利息给客户们 因为以前的BLR 也就是Bank Nagara 定下来的一个利息 每一个Bank都要跟着的 BLR的算法呢就是 国家银行定下来的利息 然后再减这个银行要扣给顾客的一个利息 然后就会拿到这个Effective Lending Rate 也就是银行要charge客户人的利息啦 通常我们会看到的就是 BLR减一个 amount for example 6.85减2.3 也就是等于4.35 所以顾客们就被手了4.35的Interest Rate 也就是跟着这个4.35的Rate来跑 然后BR的算法就是 根据银行的运用费 然后再加上银行想charge顾客的利息 然后就等于Effective Lending Rate 也就是 总共银行要charge顾客的利息 for example BR是2.5 银行要charge你0.6 所以总共就是3.1啦 其实银行的运作费里面也包含了的就是OPR 也就是我们每天在新闻看得到的那个政府把OPR调高还是调低 所以这个也是会indirectly的影响了我们的这个银行的Interest Rate indirectly的影响了这个BR 好的 如果你们有学习到东西的话 记得帮我按like跟share出去给大家 当然不要忘记subscribe还有打开小铃铛 下一集我会分享更多的地产资讯 好的 这就是一分钟 我们明天见 再见